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效会议决策的第一节课 当你参加会议的时候 遇到对方一个含糊不清的问题的时候 怎么引导对方把问题说清楚 你日常和下属或者同事开会沟通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 就是对方说到一些问题 你既听不太懂也不知道怎么回应 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电子产品店铺的老板 在参加门店会议的时候 当时有员工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产品价格太高了 导致客人很少 也有人说市场竞争太厉害了等等等等 那这个老板听了以后 觉得很难直接给到员工有效的建议 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你要做的就是请对方先把问题说清楚 那怎么样才能说清楚呢 答案是多讲事实 不能只说你的个人观点 先分享一下观点和事实的区别吧 我们每个人的阅历 立场能力都是不同 所以对于同样的问题 我们会有不同的感知和理解 往往同样一个事实 通过不同人的理解 就会加入当事人的主观认知 进而得出的结认 往往也是不同的 这样的结认 很可能和事情的本身会产生偏差 我们把这样得出的结认叫做观点 比如 你可能经常听到有人提起助炉 市场竞争厉害 领导能力很强 活动场地宽敞 等等这样的观点 而听到这种描述的时候 不同的人脑子里面浮现的画面 应该都会不一样 正因为这一点 在会议中 我们往往难以达成确认的共识 没有在共识的基础上 去讨论问题 往往可能会出现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听起来说的都有道理 但就是说不到一起去的情况 和观点不同 事实呢 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情况 在相同的语境中 每个人对同一个事实的阐述 都是一样的 所以 如果要在会议上实现有效的沟通 就需要大家把各自的观点 还原成事实来描述 而用数据 或者用其他的事实证据来阐述观点 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法 比如会议中 有人说市场竞争激烈 那就请他讲清楚 有多少竞争对手 有多少潜在对手 分别占据多少市场份额 有人说领导能力强 那就请他讲一讲 具体说一说 领导什么方面能力强 具体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比如是创新能力强 带领团队半年时间 成功研发了两个系列产品 这就是事实 也有人说 我们的活动场地宽敞 那就讲一讲 具体的指标是什么 比如这个活动场地 能容纳多少 长宽都达到多少米 当大家明确了事实之后 才能进一步的探讨问题 那会议中 如何具体使用这一个知识点呢 当我们听到 很含糊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首先你可以让他们 把观点还原成事实的描述 尽量让对方 先把问题的主位兵补说清楚 回到刚才提到的案例 当你听到员工们说 产品价格太高了 你就先请他们 把观点转化为事实的描述 你可以这样问他们 你看到了什么 得出这个结论呢 他们的回答是 我们经常遇到有些客人 会因为我们公司产品价格高 而不愿意购买 这里 主语是我们 未语是遇到 兵语是有些客人 而补语就是因为 我们公司产品价格高 而不愿意购买 这里提醒你一下 补语啊 是在一句话 表意不清时候的一种补充 缺少补语啊 整个语语的表达 就容易不清楚 当你听到 我们经常遇到有些客人 会因为我们公司产品价格高 而不愿意购买这句话以后 你再如何追问和他们对话呢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请对方 把这句话的相关的关键词描述清楚 比如啊 你可以这样追问 我们是谁 是指柜台体验区 还是接待区的员工呢 经常指什么 是每天还是每周 有些又是指哪些呢 到底是多少 客人 客人主要是谁啊 是学生 家庭主妇 小资白领 精明 还是指民工呢 而产品又是具体指什么 是指手机 平板设备 配件 还是耳机呢 价格高指什么 比谁高 高多少呢 而经过这样的一个对话 你就请员工啊 就把我们经常 有些客人 产品 价格高 等关键词 定义清楚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平时工作中 研讨问题 要多使用 可以量化的词语 避免使用 经常有些 这样的一个 模糊的词汇 现在 经过对关键词的 一个事实描述 其实这个员工 想表达的内容 就会逐渐的清晰了 你看 经过这样一番 明确的定义 你会发现 最后 原来他们想说的 可以用下面这句话 来描述 也就是 体验期的员工 每周末 往往遇到十几个学生 在购买 平板设备时候 反馈价格 比京东等购物网站 贵了近一百元 这样 你就能够理解 他们所说的问题 而这样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 开会讨论了 因为之前是观点 大家无法讨论的 而事实 我们就可以比较 在同一个频道上 来进行讨论问题了 好 下面 我们来小记一下 今天所学到的内容 作为管理者 你平日听到的问题 大部分是观点陈述 而非事实表达 如果缺乏 事实数据的支撑 那你听到的 更像是一种感性的表达 不同的人 呈现出的是不同的结论 而事实描述则不同 他不会因为 承受人的不同 而发生变化 那么 大家就能够 对一个问题 很快地达成公式 所以呢 当你听到一个 比较含糊的问题的时候 而不知道 怎么回应 请你不要急于给建议 而是先让他 把问题用事实描述清楚 这样啊 才有机会帮助对方 发现真正的问题 进而提供有价值的方案 要想让大家 在会议中 把事实描述清楚 你可以引导他们 尽量地 把问题的 主位兵补说清楚 然后 再把问题中的 关键词定义清楚 问题描述啊 要多使用 可以量化的词 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下一节课 我们将学习 打开问题的节 为什么这个问题 如此重要 你将通过提问知道 哪些问题 是值得在会议上讨论的 哪些呢 其实不值得研究 好了 我们来到了本期的思考 那工作会议上啊 大家最常见 听到的一个问题是 如何可以提升业绩 完成指标 如果你是我 你将会用 什么样的一个提问方式 结合着今天的知识点 引导对方 把问题表达的更清楚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 和我互动分享 关注的论 请订阅